《少年强则国强》 看一个地方的未来,从青少年行为面貌可以规见一二。 而香港年轻一代的面貌,又可以从几封信反映一二。 这些信很重要,是呈上法庭的,律法面前宣了誓不能造假, 但就有人反其道而行,而且这种人不止一个。 第一个造假的是个25岁的年轻医生。 2019年平安夜,有人在网上号召去元朗的Yohomo参与和理声集会, 之后爆发警民冲突。在场有个中大医科学生张家齐, 他身穿写有暴大抗争、光时等字样的衣物,戴了口罩掩盖面容, 被捕时更撞伤警察,结果上星期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 判入狱一年八个月。好好地一个医生, 自毁前程都算了,但他犯罪后竟然不知悔改,继续医生示法。 法庭资料显示,辩方为张医生求情时, 曾向法官呈上一封声称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写的求情信。 没想到,新闻刊出后,中大医学院立即发声明, 澄清陈家亮院长从来没就这宗案件赞写过任何求情信。 即是说,这封程堂信件是假的。 这样,张医生除了非法集结之外, 其实他还多犯两条罪,就是发假誓和使用虚假文书。 假信是谁写的呢?我相信辩护律师不会大胆到这样, 没有除牌之险为当事人作假。 这样的话,假信极大可能是出自张医生之手。 再陪一个医科生,政府库房每人起码补贴300万。 花了这么多社会资源,人力物力, 教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不知悔改, 还在法庭公然作假的暴徒。 是人的问题,更是教育出了问题。 那到底香港的教育出了什么事? 我们又看看另一封求情信。 同样是2019年平安夜, 同一个场合元朗Yohomo商场的和理声示威, 一个19岁患有自闭症和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男学生, 因为在骚乱现场被发现藏有2个锤仔和1个士巴勒, 被控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结果被判入更生中心。 判案时,法官陈炳就拿着男生老师所写的求情信质疑。 他说,被告中六粗行罗斯, 但老师的求情信就形容他是 个性乐观随和, 尊师重度, 首规尽责, 热心服务社会。 那陈官不禁问, 为什么会赚得他这么优秀呢? 所以陈官特别在庭上提出, 教育局要受教师赞写求情信给予指引, 以免濫用法庭对教师的信任。 近年,大量的报道案进入审理阶段, 很多被告都会向法官呈上校长老师的求情信。 看报道引述的内容, 每个暴徒的求情信, 几乎都将被告写到十大结清。 如果这些孩子真的那么优秀, 为什么会走上街头, 订砖中火打警察呢? 寻这些求情信的教育工作者, 为什么见到孩子错成那样? 你们还要呵护、掩饰, 甚至为他们圆芳, 令他们一错再错呢? 一封求情信, 看出一代人, 什么的老师校长, 教出什么的学生, 预见我们, 什么的未来。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 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呀! 多谢大家!